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新闻在华文媒体时有些消息会提出武器经 我不小心看到 也有发送给Larry 但大家觉得写出来有一个笑话 他里面说到中国成功运用自己本身的技术 就开发了一种叫中国的一种炸弹 这种炸弹是很厉害的 就厉害到一个地步 美国也要震惊了 我看到也觉得一头无髓 如果你再仔细看背后的故事 你会觉得笑话中也有笑话的 他的故事本身很简单 就是他认为中国找到一种好像凭着自己研发的力量 找到一种是由自己原先发明的 就好像他说的故事有一次 在四大发明里面重新去做一种更厉害的火药 来威震世界 然后整个世界都是不够的 最后的炸弹都会说到好像是这样 但是很有趣的 如果大家真的去搜索一下 他说到一种叫中国CL-20的这种这样的发酵物 它是一种发酵物的名字 其实就是美国去弄出来的 他弄出来的地方 在美国加州里面就有个叫China Lake的地方 这个其实我们的网友很熟悉的 根本就是我们说的平时Area 51 德华空港基地那边 就是用来试武器的 Green Lake、China Lake 很明显那里有个华文媒体看到 有个叫China Lake的compagnum 以为是来自中国的 接着以为是中国发明的 如果这样全世界都是中国在China Town 我觉得最后就变成了大家的笑话 但是我又会觉得 如果你说回到原先的报道 因为通常这些东西 原先的材料都会来自一些外媒的 由英文 当然有外媒内媒也有 比如说他的消息就是 中国成功了研发了一个新的炸弹 但是其实那种China Lake Compagnum 20 其实也是在英文世界上 一早有介绍的 十几十年前已经弄出来的 问题就是这种这样的爆炸物 它的爆炸性很高 而且能够给予爆炸效能 亦是好 所以它是一个很理想的爆炸物 就是用来去炸人 甚至呼应我们先前提到的 就是就算用来做火箭的推进燃料 也是好的 但是通常这些东西 它里面内存的能量这么高 你要去释放出来 那你也要爆得漂亮 你去控制它 你要驾驭这种炸弹是困难的 你就算看回博貝尔的故事 你如何驾驭那些消化金油 你要找一个什么载体 让它不要乱爆这种东西 加了什么下去 让它没那么容易爆炸呢 你只是这些技术层的东西 都不是容易处理的 但是我都会说 中国在一个化工行业上 其实它会非常先进 尤其是用在军工方面 对于一种由美国本身研发出来的 一种这样的爆炸品 这种叫China Lake Compact 20 20号化炸物 这种东西他们拿到一条方式 自己去弄 也都去自己尝试驾驭的时候 中国最近其实首先就有能力 将这种爆炸品 就真的化成为己用了 就可以用在自己的常规炸弹里面 常规炸弹里面 很多时候传统用过TNT那些 现在它就可以混合 一个相当部分的China Lake 然后再负资以TNT 它就找到一个理想的比例 从而令到最后同一颗的炸弹 它同一个的重量 那么出来的爆炸效能就更加强 就是弄得炸弹更强 因为它配合了一个新的 一个这样的化合物在这里 我会说也是中国自己军工研发的一种进步 这个军工研发的进步就是来自它那个化工技术的先进 相对来说就是在其他国家里面 一直都有探索尝试是怎样将TNT变成 一个上规武器的炸弹里面的原材料 但是暂时我不知道 这个就要交给大家 甚至是Larry 对它留意一下 那有没有什么是其他国家的上规武器都会未来 或者现在已经是使用着China Lake的东西呢 那如果陈伯你讲的这个China Lake的Compound 20 打了下去之后 那其实它如果和我们说军事上面 就有一些大家都很熟悉的 例如我们说mother of all bombs 或者我们说father of all bombs 就是炸弹之母和炸弹之门 那很搞笑啊 俄罗斯看到你出了个孙子是要出老爸的 骑着孙子的 那吨位也都大 炸出来的效果也很厉害 俄罗斯一定是这样的 那如果跟这些弹去比呢 刚才我们说的 浸入了这个China Lake的Compound 20 其实那个效果会不会更加一筹呢 那这里又要想到 那个炸弹自己本身的设计 大家不难去想到 一个弹头本身的威力 视乎它用什么的燃料 以及如何去设计 就算你有同一只燃料 你有更加理想的设计 出来可以爆得更加热一点 又或者反过来 大家都是这么大这么小粒 但我里面装一个比较劲一点的能源 比如说你不是用TNT 你用China Lake 它爆得比较劲一点 甚至乎我这些都不用 我把核弹头放进去 于是乎更加劲 所以说的是质和量 你本身用多少的爆炸品 以及那个爆炸品的本质 再加上另外一个质的元素 就是它的设计本身 是怎样令它比较爆炸力更加强 我认为很多听众听到Larry节目的时候 说到这些Mod of Orbum 大家也会明白到 这些都是归类在常规武器上 不是核武来的 就是如果大家都要绑着手 不允许用核子和核能来做武器 我们就用我们的化学能来做武器 最厉害可以做到多少呢 其实就是那些Mod of Orbum 和法德 of Orbum 呼应我们这一节开头所说的 你说China Lake Compact 20 其实它可以说比起传统的TNT更加强 这一种爆炸品 但是接着来你也要问 我们有没有能力设计好 令到它最后出来的爆炸效果更强 这里似乎中国有没有更加详细的资料 说它是不是尝试拿这些 带有China Lake的这种化合物 拿来做一个加上一个很漂亮的设计 做到一个能够最后爆炸的当量 是比美国的Mod of Orbum 和苏联的Mod of Orbum 似乎暂时未见 但是呢 迟早有也会不期待 这里又要问一下 如果要数回不是核武器来说 如果说要举几样比较强的常规武器 通常是什么的炸弹 如果你说在乌克人战争我们看到 其实就近期 比如俄罗斯他们在巴克姆那里 他们打围城战 他们很流行用那种武器 叫做TOS-1 其实它里面用弹药 我们叫做瘟压弹 Thermoblastic 瘟压弹呢 我们网友有基本的认知 我们俗称就是爆完再爆 然后它那个气爆那样东西 就是再去增强那个效力 但是这个当然是战场上 理论上战场用是没问题的 不过如果打民居 这个武器就太残忍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战争层面 我们看到的都挺常见的 一个都挺威力挺大的武器 就是它上部Barrick 它会用那个很强大的压力差 去伤害到目标 就是那个爆炸目标里面 我想无论是固体的建筑 还是一些其实都比子的脆弱 你说传统 如果是TNT 甚至乎是China Lake 就这样去爆的话 我们人们会做研究 有个统计就是说 它爆那一下 它随着周围的压力 随着时间去迁移是会怎么样 一爆一下那很大的压力就出来了 压力的系数就会一下子飙得很高 然后随着时间来说 一路就会跌下来 这样 甚至乎会稍微跌到 比起周围的平均大气额 跌低一点点 然后再有周围的空气填补过来 其实也有几次就是说 我们去尝试一下 在一个很浅的水上面 你尝试一锤打到水里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周围的水就会走 但是基本上很快周围的水就会填回来 其实你就会看到那个波动的起伏 那么普通的这些常规的炸弹 你用TNT那些炸弹 它可以给到那个很高的起初的压力 但是它最后一跌下去之后 很快就会回復正常的气压 所以它的威力最主要就是 在开头爆的那一下 但是如果说那些温烂弹 或者是thermobaric 这些武器 其实也就是那些 mother of all bomb 和father of all bomb 里面用到的技术 所谓爆完再爆就是说 开头第一下爆 就将一大堆粉塵爆出来 那些粉塵多数喜欢用铝粉 也可能再有其他一些很好烧的东西 大家可能也听过 有时候一些面粉厂那些塵爆 其实就是因为面粉厂 本身已经到处充斥了很多面粉 然后突然之间就是说这些粉撞的东西 它很容易接触到空气 所以于是乎 我燃烧过程一出来的时候 就那些燃料和助燃剂 去化合那个速度就是非常非常之激烈 非常非常之快 一次过就是那些这样的能量就释放出来 所以那些粉塵爆其实就是威力很大的塵爆 而且就会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 就几乎可以消耗了所有在那个范围内的氧气 其实就看看你的化学反应了 如果你的化学反应是由两件东西 最后合起来变了一件东西 有些东西就是两样气体的东西 最后合起来变了一件固体的东西 你就很容易看到那个物理现象就是说 那个气压会爪降的 因为它将那些原本气态的东西 就变成了固体的东西 于是乎它再贡献了在周围的气压 于是乎这些粉塵爆出来的东西 它是有条件造成一个很大的气压差的 最初爆的时候 它可能比不上TNT的威力那么大 上到那么高的高压 但是最恐怖的就是之后它一跌 那个气压可以跌到 比起正常周围的平均气压 一个非常低的值 就是你如果想象那里是如果有人的话 开头那一下爆你不死 但是之后那一下负压 基本上就等于将你身体的空气 和体液抽出来 这是一个破坏力很大 就是身体上我们生命的 尤其是人类的设计就是 不是预理去承受那么大的气压差的 突然间高的气压 很痛苦 突然间低的气压 就等于就是说 原本是外面的气压 突然之间如果外面的气压 就从内面的气压爆出来 就是两重这样的破坏 一来一回就造成那个破坏力很大 那么在说 father of all boom mother of all boom 其实你见他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第一下爆 就是将粉尘散播在周围的一个范围 然后再第二下爆 就将基本上就是 助燃剂和周围全本的那堆粉尘 一次过再爆出来 最后造成出来的效果 很强烈的气压的起落 那么你加加把这些能量去考虑在内 它给出来那个破坏力 是可以超越传统的炸弹 所以我就会说 在常规武器之中 正如你所说的 俄罗斯现在用着这些温压弹 如果这些温压弹再弄得比较大一点 不是说可以随便地在发射台射出来 要弄到追求那个破坏力大的时候 你就弄到大大粒 然后就用一些二次末期的方法 找一架那些光炸机在上面扔下来 这样造成一个很大的破坏 如果乌克兰那里 如果我的数字我弄错了 你叫一叫正我 其实俄罗斯应该 乌克兰在用一些温压弹 那个影响的半径都有成一百米这样的数字 不小的 也有一百米少一点 是的 应该都是这个级数的 其实它可以再厉害一点 但是厉害不厉害就很视乎本身 你想在哪里发射 就是你用什么来发射 你如果再盲目地追求大的时候 你就不能用发射台 你就要空头的意思 因为它是用那个坦拉车的底盘 再加个发射 所以每支弹就不会很多的 但是它胜在可以连环地射 对一个大片面积的地区 就做这个温压弹的打击 也挺惨的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用温压弹是不是很坏呢 说真的 每个国家都会有这些弹的 甚至乎我们说美军 他们都经常用温压弹去打什么呢 就是我们打的刁堡 因为刁堡真的站在地下 有硬性的 但是如果它看到有个洞 然后它就扔子弹 美国的弹的弹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捐洞捐拿 因为它的气动外形 有点像小飞机 然后有时它就像飞机仔那样去转 可以左转右转 左摄右摄 它有一个GPS可以导引着它 很准地捐到那个洞里 捐下去之后爆 就用温压弹的形式 如果普通炸弹就真的未必能炸死它 因为如果 例如我们说 它九屈十三弯 你炸它不死 但是如果温压弹 陈博就应该没路好走 是啊 因为它不只是说 破坏你整个下面的迷宫 那些地埔的结构 它未必对这个结构 造成决定性的破坏 它未必能整个想法 但是里面突然出现 那个巨大的气压差 就会将里面的那些人 打死了 那种死状 你也知道了 很容易就会变成那种死状 但是美国就打 我们之前说的 可能是伊斯兰国 或者之前我们说的 打一些恐怖分子 他们的情况 也是打击了一些军事的目标 所以如果你说攻击平民 当然那个损伤就很大 也有一些的条约 就是国际之间 都禁用这种的弹 如果在民居、医院、教育的地区 都不应该用这些情况 不过今天也有趣 听到China Lake这个故事 再次证明 传媒的力量 如果乱说的话 都真的挺恐怖的 是的 有几样东西要搞清楚 究竟到底一个炸弹的威力 决定在哪里 其实有些大家都心里有数了 中国可以平心而论 就是他们用了一种 由外国发明了的一种新的炸弱 融入了他们的常规武器 于是如果大家都给同一类型的常规武器 那你就有条件说 中国局建的威力会比较劲 但是如果你说到真的整体上 不计算是用哪一种的炸弱 说完全是透过它的设计 来做一个爆炸力更加厉害的东西 那很多时候你就会说 其他国家也会有更加厉害的东西 所以我们刚刚也会特意提到 那些叫温压弹的这些概念 未来来来说 其实我自己也有兴趣知道的 但是暂时我都在留意中的 就是在这些这样的温压弹以上 和这些这样的核武以下 会不会又有另外一个新的类别的东西 是又会出了非常强的爆炸力呢 而又不需要用到核武的呢 那会不会有这种东西出现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个可能也会收拾起来的 一些formular都不是那么快 即是逐期订出来的 即是这期订了这个Channel Lake 这个下期订了这个Channel Lake 下期订了这个Channel Lake 这个下期订了这个Channel 25 是的 因为这个是在说 这个期我会说的是一个化学层面的爆炸 和这个核子层面的爆炸的分别 中间可不可以就是化学 如果我们人类做化工的东西 最尽推到最尽 可以推到多尽呢 其实就是这个化学家要搞的问题 要搞的其中一种问题 是的 好 那我们就这节来到这里了 之后呢 如果我们有关于我们讲这些炸药 性的最新的消息资料 又跟大家再更新 那我们就在其他节目 那我们再跟大家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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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